点播站继续要点播的是 也曾和台湾女孩 有过七年苦练的香港男神黎明 1998年她和舒淇合作演出《玻璃之城》 从戏里爱到戏外 可惜最后的结局跟电影主题曲一样 今生不在 虽然两人如今各自美好 但在出道30年演唱会上 这首歌再次响起 仿佛大家又听见了 黎天网深深的遗憾 不小心脱跪 遗憾才会 令你珍惜得似底 同渡过这心心 随手都踩到星火的未来 但我怎知道 这份执迷 逃入来世 仍在你去看 就趁那个星 悠扬 玻璃到映尿 今生不在的幻象 天空静挂着今世最亮的月亮 飞短流畅 未来将怎么撤上 恨借晚歌星悠扬 当中多少秒钟可跟随爱 来分享 最终人的挨迷 何生见多少事多愿再唱 玻璃之城假戏真作之后 两人无惧绯闻满天飞 同一年继续在新恋爱世纪中 演情侣 戏里还一起泡汤洗鸳鸯浴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 舒淇升格人妻 黎明也当罢了 电影还继续不断在重播 而黎明更在节目上公开成愿 最欣赏的女星还是舒淇 没有爱过就不会有痛 你们俩的分手 是不是社会造成原因 就是外界的原因给造成了 你说哪个 舒淇 舒淇 为什么提到舒淇 因为我太喜欢这女孩了 再次听到旧爱舒淇的名字 感觉黎明隐约 还有些激动 曾经的恋人 如今的陌生人 外界都想从他俩口里知道 分手的原因 我是个当神 我不能再说 人家已经结婚了 对 对不对 再讨论的话 不应该 就是无论是用哪个方法 继续讨论下去 我觉得都是不好 那个算是一次心痛吧 每人都会有痛 没有痛就不可能会在一起 黎明舒淇曾经爱哭一回 他们的爱情故事 要从这部电影说起 星期二的舞会 确定来 晚一点你再说吧 等到你打电话给我再说 你电话很难打的 永远打不通的 就这样决定吧 就这样决定吧 你快走四千了 1998年黎明舒淇合作电影《玻璃之城》 当年黎明32岁 贵为天王 炙手可热 当时舒淇22岁 香港的事业刚起步 新人与天王的相遇 感情起了化学变化 我们一起去学开飞机好不好 好 我答应你 最后学会开飞机 我们两个一块飞 我做了一样东西送给你 你的手啊 我的生命线 事业线 爱情线 全部都是由你的名字组成的 谁是电影画面曝光 两人这一吻 连外界都察觉不单纯 拍的时候其实是全程投入的 但是见面的时候 反正很讨厌 我只要每拍一部戏 就说我要跟人谁姐姐穿绯闻 然后就搞到我的形象很差很差 但后来想想算了 反正已经习惯成自然 所以没有什么干干嘎嘎的 因为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受访时舒淇虽然嘴上说没有 但她跟黎明的这段情 却早已蔓延 尽管留野满天飞 黎明舒淇依旧不避嫌 再推出新恋爱事迹 激情画面更升级 不是啊 你今天就没有傻了 是八百零星 这你八百零 我比你八百是几乎 对啊 这些叫做 狼残女母 或许就是形象 在无形中瓦解了他们 黎明舒淇交往的绯闻传开 不少反对的声音出现 加上舒淇过往拍的清凉照 又被掀起 让黎明的粉丝更加激烈抗议 伤心的舒淇 却没听过男友公开立体她 但舒淇爱的声 选择当个沉默奴友 好像就是那部戏之后 然后就传出你们两个 有一段恋情 觉得她真的是蛮般配的 就是好朋友吧 对啊 几年后 舒淇上节目提到拍三集片的过往 传出黎明大为生气 黎爸爸也不接受 舒淇这才明白 原来黎明不能接受以前的她 而从来不公开恋情的黎明 还在背后搞出轨 媒体捕捉到她跟韩国美女 惊喜善共度情人节 舒淇被这双重打击打醒 决定离开这个让她伤透心的人 七年感情就此分道扬镳 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一个默契吧 心灵之间的相伴是比较重要的 有时候激情过后 就是处于一种感情嘛 舒淇只是黎明感情过客的其中一人 王妃 李嘉欣 周海妹 都曾是绯闻对象 直到乐基尔的出现 黎明才定下来 两人密婚四年 却因生活理念不合离婚 回首曾经的旧爱们 黎明最爱的是她 可以做哥们的人 李嘉欣 你最欣赏的人 舒淇 对 为什么一说 苏星怎么给那么多掌声 在婚姻中点一跤的黎明 再次找到对的人 和女助理相恋生了女儿当爸爸 是否会再步入婚姻 黎明照样低调神秘 好 黎天王年过50 魅力不减 开个演唱会 三个多小时全场站着听 还要在海边吹冷风 但大家依然嗨到爆 而您知道吗 当年她可是横扫香港乐团 200多个奖项 力压歌神张学友 比起张学友 刘德华 郭富城 黎明是四大天王里 身高最高却最低调 最年轻却也最有距离感的偶像 很难想象就在世纪末时 他还走过动感电影路线 以呼吸不说谎 看上他 全日爱 还有DNA出错等一连串的 广嗨歌风靡港台 而且也成为了年轻人 唱KTV必点 即便如今年过50了 但在出道30年演唱会 号召力依旧惊人 不但伴在户外还靠海 冷得要命还没座位 只能站着听 但全场歌迷一站就是三个小时 从头嗨到尾 我知道他正看着我 放红我没有穿什么 我不过喜欢在街上谈歌 我想问他你看什么 我怀疑他不喜欢我 他不明白我说什么 我不过偶尔把是非能做 我想问他你怕什么 不要怪我 只好怪你 NNA出错 眼前 和爱我 感觉特别多 我不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男人 拥有很多不合思议的可能 连续是一串成分 叫我不加不振 有什么不可发生 我不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男人 拥有不属于这世界的灵魂 我要不断变身 虽然你看不真 但你会不陪我私奔 在北京出生赴香港求学 全身充满贵族气息的黎明 20岁回香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 打败了众多对手拿到季军 出道后第一张专辑就走红 也开启了影视歌三期的辉煌演艺事业 1990年代巅峰时期 更力压张学友横扫香港乐团 超过200个奖项 直到1999年宣布退出角逐为止 同时她也是四大天王中 登基金马影帝的第一人 潇洒多金的黎天王 不但卑闻女友各个大友来头 演戏搭的也都是李嘉欣 朱英 王妃 周海妹 还有张曼玉这些殿堂级女神 外型儒雅充满书卷位的她 还遗传了父亲的经商头脑 投资遍及了艺能界 地产界 资讯科技界 也累积了大量财富 现在已经由台前转向幕后 没有偶像包袱 也不用担心发福 年过半百得女 可说是快意享受人生 事中跟你再相遇 在无奈又再拥有过的梦 此刻作作出 我一切也汹涌 其实也无论 终于有点红 供你在风筝 愿再动相拥 我去听你 请问听美梦 共你在风筝 愿再动相拥 你可冷冷雪楼好吗 有我心冰冻 1990年 黎明推出他的首张个人专辑 主打歌《相逢在雨中》 席卷香港 打进排行榜前十名 创片公司打铁趁热 第二波推出 无名分的浪漫延续热潮 当时的黎明才24岁 天王之路已经打好基础 能离别的浪漫 却有来得太慢 为何梦幻再分手 一刻最陈牙 无名分的浪漫 最后留下他探 只敢能保护卖 从你思破这末日 仿似无情但有缘 迷恋扩索这花梦 感枉有此点 黎明的出现 重新定义白马王子的形象 出身北京的他 四岁已居香港 十五岁被送到英国念书 三年后回到香港 参加新秀歌唱大赛 以绝对空虚这首歌 赢得第三名 踏进一步圈 黎明用歌声 拿到娱乐圈的入场券 却先以电视剧 跟观众见面 然而本色 回到唐山 人在边缘 主演的角色 顺利走进观众脑海 我不知道你准备脑海 等我 快去上面当你了 怕阻挡你做事 紧接着发片人气暴涨 1991年 黎明眩风也吹进台湾 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 今夜你来告诉我 你是否愿意陪我走破我的梦 我的所有 今夜你回不回来 你的爱还在不在 假使失败你 谁要未来 谁愿放心离开 前夜你会不回来 你的爱还在不在 只想再有你 黄套未来 灰风做梦 什么 92年 黎明被封为四大天王 音乐成绩胜出张学友 最受欢迎香港南歌星赏 金曲金奖等获赏无数 尽管多少风雨我 依然在这里 等待你 对我的消失 想你 虽然你已 远在他乡 拥入自己理想 我用深情 期待你的回家 有情你虚爱 对你的似将来 但是没法 假信会点我 原来你虚寒 也对声发外 眼角与人始终大障碍 99年干脆宣布 退出香港乐坛 颁赏典礼 满天过海 未来未来 只有呼吸不受光 就像爱情在闪亮 不管声音怎么样 爱不是做幻想 只有呼吸不受光 就像爱情在闪亮 不管声音怎么样 爱不是做幻想 那一年用爱的爱 终于爱好 男父女爱 再用来自爱 一门难道 那一年用爱的爱 尽被人更好 留一心眼泪 用来陆发沙漠没难道 小一幕出身的黎明 大一幕也留下精彩成绩 与张曼玉合眼的甜蜜蜜 赢得观众的眼泪更掌声 梦里梦里见过你 甜蜜笑得多甜蜜 是你 是你 梦见的就是你 之后的大臣小事 梅兰芳也看得出黎明 努力的痕迹 他更以惊悚片 三根吃回家 赢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这四大天王最先起码成功的 不同于其他三位天王 移民低调显得跟观众有距离 或许是包袱少了 天王近期走下神坛参加真人秀 过头灰 有时玩这个 节目中 梦明的情绪赤裸裸呈现 让观众看到人性化的一面 梦明走自己的路 在潮起潮落的时代浪潮里 他始终没被淹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